北台八縣市首長陸續抵達會場 參加北台合作平台 邁入第20年的合作平台 今年以攜手新世代開創新未來為合作主軸 廣征全台青年朋友對市政各部門提出創新點子 主辦單位新美市長侯友宜 邀請了金融市長謝國良 台北市長蔣萬安等八縣市首長出席入圍發表會 去年我也一樣在陽縣長主政我也特別去參加 今年我們八個縣市謝謝大家都一起共同合作 尤其今年的主題很清楚 就是讓年輕朋友有青年創意四級 攜手新世代共創新未來 讓青年朋友的議題可以在政府部門特色在企業界能夠落實 用這樣一個態度希望青年朋友 樂於創意 勇於創新 敢於創業 為我們下一代的年輕朋友 開創出國際的視野 也讓他們能夠落實他們個人的夢 所以其實謝謝我們各縣市 都有這樣一個態度 讓年輕朋友有機會可以在各縣市在台灣 立直逛年的年紀 在看了十三組通過出審的青年提案之後 金融市長謝國良相當感動 也歡迎青年團隊和市府單位聯繫 讓這些提案在金融實現 有更好的一個方案 金融市都願意 跟各位更深入的討論如何來完成 包括VR 傳統工藝回歸這個 也都非常的有意義 那歡迎各個團隊 跟我們的都發處 還有我們的各個局處 大家一起深入來討論 如何把你們的一些Solution 能夠在我們金融的場域來實現 恭喜大家 也謝謝大家 我對於 有一個是What to say 是不是 What to say 這個概念 我們台北市就已經發現 所以我們也準備要推出類似概念 我們叫做U-Sport 什麼概念呢 我們希望鼓勵台北市民 規律運動 什麼意思 我們台北市歷年調查 我們找出前10年號 市民朋友規律運動的比例 大概都在38%上下 一直很難突破 所以我們現在設定目標 我們希望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達到40% 那要怎麼做 從日常生活 所以我們設有一個U-Sport計畫 也就是讓市民朋友 我們先設定一個目標組織 我們第一步 先從25歲到64歲 這個組織 因為年輕朋友可能在學校固定 有上課 長輩可能固定 在台北市運動中心有優惠 我們針對這個組織 可能因為很多上班族 他很忙 我們透過政策工具 吸引他們運動 我們先規劃 12次免費運動 利用台北市的運動場館 然後呢 所謂動越多賺越多 一樣的基點數 我們叫做U-B 錢幣的幣 經過初審 總共有13組團隊入圍 預計在下半年 角逐經營銅獎 不僅能獲得最高10萬元獎金 提案的政策構想 也有機會提供政府部門採用 真正實現公共政策的公民參與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